來參加研討會是一種蠻掙扎的 因為不能講太深 不然大家都睡著 沒有成就感 那我的名字其實叫張智寧 但是我比較喜歡用Eddie 從Mambo到Gina 今年已經是第五年了 一直都在搞這套系統 搞不完 因為總是有新的東西可以玩 今天看到那台攝影機其實讓我很害怕 不能隨便講錯話 我們社群一直是一個很開放的社群 所以各位如果到我們社群註冊 當然它系統目前總是有些問題 因為我雖然是站長 但是我要扮演很多角色 要管理這個網站 然後當那個客服小弟要回答各位的一些宜蘭雜症 然後要定期的去翻譯國外的新聞 還要做Gina的中文版 那如果比較深入了解1.0的話 大概都會知道說1.0版是一個Hard Code的版本 就是說它的後台其實是不能夠翻譯語言的 那目前我們已經有8000個註冊會員 大概有8000個文章 這個等一下在我們社群的時候再看 那我接下來要講的就是剛剛Jaf講完的後面有一些關於1.5版跟1.0版的一些技術性的議題 那時間上並沒有非常多 所以我這邊要先做一個簡單的預告 就是在那個下禮拜二 下禮拜二是幾號 2月26號 在那個南京東路的波朗咖啡 那我在那邊有一個 生人的那個技術性的討論也是蔣軍 那大概時間比較長 大概是一個多小時 那那一天我會用比較多 生人的技術 告訴想要知道生人技術的朋友們 那那個是台灣的開放遊戲司碼社群 一個叫Tall3的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聽過 那現場因為名額不多 大概只能做一下30個人 我說2月26號那一場 那1.5它其實是一個全新的版本 因為各位也知道說 Gina自從大概快三年前 兩年多前從Membo分裂出來之後 大概他們都是根據4.5.2來的 2.05年的時候 那Gina到1.0的時候 其實跟他的453、452這些東西 大概90%是非常相似 然後原件都是相容的 那Membo基金會呢 它這個是一個由 由那個原來Membo開發廠商 那個幕後黑手把持的一個基金會 這是網路上的謠言 那我個人不搞政治 所以對這個沒有興趣 那1.5版呢 它事實上 它是一個重新寫過的程式嘛 雖然它的畫面長得跟1.0有點像 但是它的那個 它的樣子有點像 但是骨子也是完全不一樣 那主要目標呢 當然它是 這三個都是專有名詞 那什麼可用、易用、適用 這種東西 相信那個 有學過那個 一些資訊的 比較 概論的這種學術派也都會比較了解 那再來它就提供一個更好的 應用程式的框架 Framework 因為現在 軟體的部分都很強調 你要有一個 很強有力的基礎的Framework 還有它的延伸能力 國際化 這個這也 因為現在網站根本就是一個 國際化的東西嘛 它是沒有國際的東西 所以那個多國語言 還有這些國際化條件都要有 再來這個 有一個親和性跟可用性的標準 這個是比較像W3C 這些組織所制定出來的一些規範 當然台灣有一個 不錯的規範 叫做 那個 無障礙網頁開發設計 標準的樣子 對 應該是這樣 那它是一個 比較混血的東西 因為它混了很多東西 而且時間有點老舊了 因為它那個是在 應該是在民國 93、94的時候 就距離現在大概三四年前 所制定出來的一個東西 它並沒有與時俱進 它有一個向下相容性 就是說 因為你這個從鞋了嘛 所以你那個 你那個 1.0還有很多 好的廠商 或者是社群上的朋友 幫他開發的元件啊 布景啊 這些東西 能不能繼續使用 其實是造成就是說 現在 像現場的各位 剛剛有舉手已經很多人了嘛 一定會想要問說 我現在如果這個網站要升級到這個版本 是不是 會出很大的問題 甚至有人問我說 那個如果升過去 壞掉了 不能回來 這樣 那目前發展的狀況是 我們在1月22號的時候 1.5版 正式版 發行 但是很快在 2月8號 就是距離現在大概是 不到20天的時間 又一個1.1的版本 那發現一個 重大的那個 安全漏洞 那現在目前 國外 就是全球啦 國外 或台灣 很重要的工作都在做測試跟文件 另外就是說 有一些 因為 我想各位可能不知道 軍黨他支援全球集中語言 答案是53種語言 所以那個 國際語言的翻譯都很重要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 我們在社群的加入也是 蠻重要的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狀況 大概是在這裡 那跟各位預告一下 那1.6的那個 white paper 這是所謂的白皮書 已經開始公開徵求了 那很多人會說 1.5都還沒開始用 1.6要出來 當然這個 各位知道那個 開放原子法社群 就是要進步很快 據說 目前 據說1.6反而會支援那個 Olocal 那我不曉得他們在 對 當然他們有他們的想法 Olocal 很好 那 各位剛剛有看到一些 那個 JEM 為我們展示了一些後台 我這個投影片都沒有展示後台 所以那個 那個 各位只能看一些這種文字 啊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他們官方的投影片 我把它翻譯過來 然後再加一點點東西 那 前台的部分他呢 他改進了一些 RSS 聯合公告的功能 那 改進這個 所謂的PDF生成功能 這個東西 大概 小弟我花了一個禮拜 還沒有辦法把它生成中文出來 所以像 相對我這個 這個東西可能要做一個比較大的修改 因為TC 他們是用所謂的TCPDF 支援UTF8PO的那種 深層PDF的Library 那 這套Library 本來是只支援PHV5 然後呢 官方又很厲害 又把它改到可以支援PHV4 那 這個東西必須要 就是 預先載入 那個中文的字型 那 各位知道中文字型 大概都很大 5 6Mb 或45Mb 所以 如果 各位想像說 有人寫一個層次 每天在你的網站 產生PDF 那大概 就跟那個 駭客攻擊其實差不多 所以 這個東西 有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再來 它有一個 Aero 那個 Aero Handling的東西 又出來 這是 方便那個寫程式 可以去 看說 欸 前台哪裡又錯了 好 那密碼部分的處理 當然是 其實它這邊寫的比較簡單 其實 1.5的安全性是 比1.0高非常之多的 各位如果 進到它的資料庫 去看它那個密碼的 code 它已經不是那個 MD5 它是有兩個key在 在跑 那再來就是 國際化的原字型 後台的部分